容双姑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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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歹留下几个人 伺候我们小姐啊 锦儿姑娘 真的对不住了 这是皇后娘娘的旨意 容双姑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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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母后吗 母后 瑟瑟是我东宫的人 她如今 已经昏迷不醒了 我只求您撤去禁令 让我进去看她 你要是再替她求情 我就将她逐出宫去 母后 你若不收回成命 我就在这常跪不起 那你就跪着吧 你若不收回 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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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子妃 永娘 你看这花漂不漂亮 太子妃 太子殿下 在皇后娘娘的清宁宫前 跪了一天 昏倒了 您快去看看吧 昨天也没见她 在皇后娘娘那里怎么样啊 为什么要跪啊 昨夜皇后娘娘 连夜下了一旨 封了清卵殿 遣散了宫里的宫人 只留了锦儿 伺候赵良娣 哦 是赵树人 赵树人受了惊吓 就昏了过去 太子殿下听说了 今天一大早 就闯到清宁宫 然后为了求情 便跪了一天 她还跪就跪 跟我有什么关系 永娘你也不要管她 太子妃 就让她跪 让她晕倒 说不定 她就是演给皇后看的 太子妃 你不去看看太子殿下 她就是发个烧 过几天赞就好了 太子妃 我不去 我不去 伤犯了 假之殿下最近心神欲竭 受了风寒 才发起了高烧 王太医 我有一事想请教你 殿下请讲 你有听说过 这人会失去记忆吗 失去记忆 是 如果头部遭受重击 血淫于气阻 的确会在短时间内 失去记忆 也或者是 病人承受了 无法承受的打击 心神迷失 患上了失魂症 自然会忘记 从前的事情 短时间 也就是说 如果时间长了 记忆就会回来 有这个可能 有劳王太医了 微臣再给殿下开个方子 殿下高烧不退 这个时候 还需要好好调理呀 多谢 退下吧 微臣告退 阿赵 阿赵 在 去多留意一下太子妃 最近别让她出宫 是 优优优独播寻 别跑 救命 殿下 该吃药了 殿下 殿下 我一定要想起来 想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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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药拿走 你们都出去 别让任何人进来 走 太子妃 太子妃 婢子听闻昨日夜里 太子殿下高伤不退 还把所有人都赶走 不准进身 也不愿意吃药 生命为什么不吃药 婢子私下里想 殿下不愿意吃药 也不愿意让宫里的人知道 可能或许 她是怕让皇后知道了 迁怒赵树人 太子殿下 这是还在同皇后娘娘 怂气呢 她这么折磨自己 就能替赵郎帝报仇了 殿下生性仁厚 又深得陛下 与皇后娘娘的宠爱 可是这样做 未免有些 未免有些幼稚可笑 太子妃还是去看看吧 他们两个情深异常的 我去干什么 太子妃 太子殿下 此次都连烧了三四日了 东宫无人赶进 太子殿下的寝殿 这样下去 也对啊 李承鄞死了不打紧 她死了 我不就做寡妇了吗 阿弥陀佛太子妃 这个话可不能在外面乱讲啊 你焦什么急啊 她不知还没死呢吗 行了行了行了 我跟你去看看 娘 这么疼 娘 娘 是我 娘 有娘 拿药 娘 蒜 好好好 喝下去了 喝下去了 可以送了 可以送了 来 小心 小姐 你都病了 皇后娘娘也不让太医来看你 锦儿自己熬了点粥 想着 总比不吃来得好 太子殿下呢 他来看我了吗 锦儿 你偷偷出去 告诉太子我病了 他一定会来看我的 你去同他说 小姐 您先把粥吃了 您身体好了 太子殿下会过来看您的 不喝 太子他会来看我的 他一定会来看我的 他来了 我要告诉他 我没有喊许娘 不是我 都是屈小枫 是他设的局陷害我 我没有害他 我没有爱他 我没有来他